印尼妹不给太人睡 硬劳砍死太劳 这名印尼籍男子苏达文 跑到一半掉出蓝拨刀 赶紧回头捡刀 还张望一下有没被人发现 原来他正准备砍人行凶 警方调查 34岁太劳乃本 和印尼籍苏女交往三个月 同乡印尼籍普查 因喜欢苏女 16号凌晨在舞厅 和乃本针锋吃醋起口角 普查生气怒呛 印尼女孩不让泰国人睡 随后下楼和苏男等人策划行凶 凌晨两点多 乃本离开舞厅 苏男便一路尾随 并持拦拨刀 从乃本头颈部砍了四刀 乃本因颈动脉被砍断 失血过多不治 警方前天逮捕苏男 并在他妻子宿舍床下 找到凶刀 和作案时所穿的胸衣 苏男公称 当天喝醉 只听到有人喊 泰国人睡我们印尼女人 就跟去砍人 普查则否认与奶粉 针锋吃醋及教唆杀人 警方昨天将五名涉案人 全部传讯到案 依杀人 藏匿人犯等罪嫌 移送法办 而对于这起印尼女 和泰国男交往 印尼籍外劳看法不一 动新闻 外劳问题多 谁来管一管啊 报道 二十五 儿 感谢观看